來我簡單說明一下 我不會講太複雜 我怕你們會聽不懂 這一台啊 這台是我的空壓機 空壓機上面就有一個Airdrive 本身就有乾燥機的功能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泄水的排水閥 它有管子出來到這邊 所以它即使有水分 它會自己排掉 看地下都有水汁 我這台空壓機本身就有排水了 但是我到儲蓄桶之後 最底下啊 這邊 每個儲蓄桶底下 都一定會有泄水的 你看我的泄水閥 通常你們都是關起來的 我這是打開的狀態 這是打開的狀態 就有管子接出去 然後這個是我的自動排水的 這是自動排水 所以啊 我有裝自動排水 這一個桶子的 泄水閥 這邊是打開的 你們只是關起來 所以你要每天 人工去打開去泄水 那我只要一直保持在打開的狀態下 它有水沉寂在這下面 它就會到那邊 自動排掉了 我就不用理它 我根本就不用每天 開開空間開開空間 我根本就不用 有水它就自動排掉了 我說的自動排水就是這個功能啦 然後這是我出去 我要給設備用的 給工具用的 這個的話 你就要再多加裝這個 平衡組合 它可以排水 又可以加油 因為我的空洞機 就是有兩道 那再加上我的手機桶 又一道 自動排水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 再多裝這個 我在修工具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 我就不用再多裝這個 除非我要挑壓 我才要再需要多裝一個 在我修的那邊 挑壓就可以了 這樣懂了嗎 你的工廠還在 每天蹲下去泄水嗎 新潔技術顧問 想升級自動化排水系統 歡迎諮詢 2 2 4 5